中華民國110年9月14號星期二 今天來的這個人真的是很自由 非常新的一本書 因為它是非常的 裡面的內容完全的符合 我們的現在的股市的行情跟走勢 大家應該有常看我們這個政論節目 或者是一些新聞性節目的話 應該都會看過它 但是它今天會完完整整 我們要專訪它 它不會被打斷了 它不會講到正經才 好我們待會我們請來下一位 四聰哥來講一下 不會我們今天就是會完完整整讓他講 為什麼因為這本書是 說一句實話 我看過很多理財書 那但是呢 因為有很多理財書 我覺得不切實際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太年輕 可能才在一兩年 他們就開始寫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間的精力 不足以印證 就是那個結果論還不夠 可能都是短期效果 那這個已經是長達十幾年的投資經歷了 這本書很強喔 你在看他的封面會覺得他是一個理財大師 殊不知人家現在是一個財富自由的體育健將兼名嘴兼記者 依然在線上 翻身上班族財富自由之路 應該是這樣子講好了 疫情以來我看過最實用的一本書 真的嗎 很多人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經歷跟我這麼像的一本書 所以我覺得說怎麼有一個男的把我的經歷寫出來 完全我以後就直接copy你這個版權就好 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厲害的一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很多人要財富自由 那當然之前很多名嘴啊 國際專家海外專家都會講說財富自由 你要到幾歲了以後你就財富自由 對不對 那個時間可能蠻長的 說真的自由之道並不容易大道 那每個人都希望說在他的這個能玩能動能吃 能享受的時候就可以有自由的境界 這個最重要的 但是很難 通常你很自由的時候身體不自由了 你的心智很自由的時候 可是你可能體力也不行了 這樣不就很可惜嗎 所以我們今天很難的邀請到誰呢 這個是應該我們家 大家怎麼稱呼你 就叫玉峰就好 玉峰是不是 玉峰小峰 林玉峰現在還是線上的記者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一個關鍵 就是為什麼他財富已經很自由 他還要繼續工作 我覺得這個才是他更自由的來源 所以待會他會跟你講 因為我在想說為什麼他很自由了 還要上一個班呢 我突然發現我體會到 我覺得這個班好像才是你會更自由 自由度更大的一個路途 很多人會知道說 我可能就不想上班 錯了 這本書會告訴你說 其實你一定要一直一直的在一個工作 在那個工作可以保持你的自由跟彈性 你必須要工作 其實你才會知道說 你怎麼樣可以讓你自己的財富 其實是隨著你的工作經驗 他會更加速的累積 而且這個致富的路程不是很快的 前幾天我一直有在聽那個喜馬拉雅 他那個聽書 然後他前幾天剛剛好 就這禮拜我去聽到一本書 他寫慢慢變富 跟你這本非常像 他裡面就有講到玉峰曾經講到說 巴菲特曾經講過說價值投資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一般人不能復造你呢 就是說巴菲特大家都知道說他的財富是50歲以後才達到最巨大的利潤是在50歲以後 他說好那為什麼你這麼厲害你的價值投資又是這麼簡單的幾個大原則 為什麼一般人就不可以拷貝你的致富之路呢 巴菲特只講了一句話說 因為一般人都不習慣慢慢變富 對 這跟玉峰裡面想的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相似 就是這個人呢 他從一個沒有父父爸爸父媽媽 也沒有一個魔法阿嬤 都沒有一個背景的靠山下 他怎麼樣可以達到 我要講的財富自由不是一般覺得說 我就存到個一千萬兩千萬我就可以退休 不是喔 我覺得玉峰的程度應該是易啦 應該是到易起跳的 就是看到中間的時候你就差不多算出來 他應該是已經易了 不過他還是在流流 還是在變動中翻滾中 對 然後怎麼樣累積的 好 我們現在可以開 我們待會有直播嗎 因為你很習慣看電視了對不對 我都可以沒問題 但我剛剛講了一個很無理要求 我說你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讓我看一下你的臉嗎 對 好像我看到了一個我的偶像 沒有沒有 我說你會把你的口罩拿下來 讓我看一下你的臉 如此的真實就是一個投資 一個生活投資家 他是怎麼在他這樣子 還是沒有放棄工作中 他可以走到今天 我想再介紹 他自我介紹之前 你可以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 你覺得你自己的標準 你到現在 我估計是易啦 你大概透露一下好了 因為我想說現在我們先聊一下 待會再講怎麼累積的 你覺得要有多少的 你的心安的數字 你覺得那個資產有多少數字 當然資產包括可變動 跟不可 就是被動跟主動 你覺得要有多少 我覺得大概喔 如果你的花費不要太多的話 因為有一種他的財富自由 是省時減用的 對我是很不建議那一種財富自由 那不行 那口腹不自由 對 對我覺得 身心靈都很 如果你只有大概三五千萬 我覺得那個會很緊張 那個有一點 因為你的資產不夠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只要股市一波動 或是房價一波動 你就會膽戰心金 那我覺得這樣不行 讓你就是可以每天 不管他有沒有巨額變動 你睡得著 對 吃得下 對 然後不會憂慮焦慮的 是 你覺得要多少 我覺得喔 你自己喔 嗯 我不講我自己啦 你當然要講你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 然後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覺得你先有六千萬 你就可以輕鬆一點了 然後你有八千萬 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覺得八千萬在台北來講 其實你只要投資得當的話 就算你有一點點不良嗜好 喜歡喝點小酒 八千萬大概也不會輸了 大概八千萬 玉峰可以拿下 你該拖著這個行李箱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我想說他今天是去 因為那個樣子有點像 很像他一開始的時候 有擺地攤的那種狀 來 我們直播有繼續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帶著這一箱 是做什麼 就是他的休閒 維持體力 你看 他去幹嘛咧 打球 上班 這裡面是腳架跟筆電 腳架筆電 很重 所以他完全的就是說 他也不是拿LV的拖 那個旅行包喔 就是拿最實用的 對 很多人就是上班因為筆電太重了 還要帶一些 對啊 我是因為腰不好 他都是用拖的 對我就用拖的這樣 這樣非常實用 這一定要 這理財致富拖 行李拖 你要是名牌包可能就捨不得拖了 好 玉峰那個 我們現在有直播 好 你有粉專嗎 我有啊 對對對 那你的粉專有筆名嗎 還是就叫 沒有欸 就叫財富自由實驗室 請大家來看一下這本書真的很棒喔 我覺得真的不錯 翻身 這個很重要喔 翻身 翻身還要翻過來喔 對啊 但我覺得不難啊 因為其實我剛才 江泰也聽你一開始的open 你會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這社會上騙子太多了 你怎麼可能說二十幾歲 你就財富自由 對對對 就是因為有太多 除非你有父爸爸 當然我們不能講說 那個一千萬裡面的 一兩個例外的 我覺得那真的太難了 但是我覺得要看時間 時間要拉長 對 因為你很有可能是說 你在這一波 你可能就是賺到了 像你書宋也有寫就是說 另外一種人 他是不買房的 有有有有 那個也蠻有 我認識一個 他就租在新一計畫區 那個酒店館 那個超棒的 那是另外一種 那是另外一種 因為他在到達這個境界的話 他也不是突然間有這麼多 他也是慢慢慢慢的 我覺得那個是奇蹟的 我們就不用討論 我們應該要討論的是 每個人都可以達到的 對 我們也可以達到的 而且你的薪水是非常中間 就是大家不是太多的 好準備回來了 怎麼回來 那因為現在有很多上班族 也正在開車中回家中 或者正在輪班的第二班要出發中 所以我覺得這對上班族來講 給他們很大的信心跟鼓勵 就是翻身上班族財富自由之路 我覺得玉峰寫這本書 他也不是要賺版稅 他主要就是太少人 把他從以前畢業到現在的經歷 也不是靠投機取巧 他怎麼樣可以慢慢累積到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自由 但是他還是在工作線上 就是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這個是很重要的 身心安住的基本條件 好玉峰你來開始吧 好 投資經歷 從你畢業開始就非常的精彩 其實我覺得一個小時講不完 但是你可以講重點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考進電視台的時候 我覺得人生就充滿了希望 可是我一開始在書裡面就有講到 我大學的時候打工賺的比我後來真的考進電視台 還要多 因為後來整個媒體就崩壞了 整個三台就沒有像以前 就是好像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做那種名牌貼 他是一次做一千張給你 他認為你這輩子不會離開了 可是其實等到第四台開放之後 整個變動非常的快 玉峰是在那個有線到無線 這個電視有線大亂鬥的時候 開始就進入 所以以前的無線的記者是一個無眠王 那個薪水考進去 真的就是等於考到阿聯酋 阿什麼 阿聯酋航空的一樣的 機師一樣的 其實就是終身子 但是後來這個整個新聞媒體 生態都改變了 沒錯 其實你就是在那個三國時代進入的 我那個時候 就是大學打工的時候 看的好日子 等到畢業考進去之後 好日子結束了 真的啊 就是你嚮往的那個職業 對以前我們 其實我們一開始考進去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尾聲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的薪水行情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看那些大哥大姐 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五萬 是最低標的 這是起跳對不對 是最低標的 所以一般來講是八九萬 可是我一考進去的時候 只剩下三萬多 是 然後我就想說 不升反降嗎 對啊 就怎麼會這樣 而且就是等到後來 其實後來就是 也開始用一些約聘的 所以我覺得 我在後面就是成一個雪崩式的 我還算是正職的員工 其實後來有一些同仁 他一定是雪崩的 因為那時候 教育部用一個22K的方案 所以很多都是22K 那我覺得我運氣非常的好 我還有32K 32K 對 也就是說 其實我要 為什麼要講 玉峰說 他開始他的 嚮往的薪水 看得到吃不到 吃到一點點就沒了 其實32K 差不多就是現在 進入社會的起薪嘛 對不對 很多人可能是28到32K之間 好 玉峰就是從32K開始 對 而且是新聞行業 他不是打卡制的 是很累的 他是要隨時待命 我們的時間拉的非常的長 然後你常常上班 結束了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警察局 你要去泡茶 你要去等等看有沒有人 待會什麼漂亮的女生被帶進來 或是什麼 通緝犯被帶進來 你要先在晚上把新聞拍好 你白天才有新聞提供啊 所以你是社會縣 對 我那都是跑社會的記者 最多彩多姿的 就很辛苦 那你們是要守住一個局 還是說很多個局 你都要一直去泡茶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 你就看哪邊的案子比較多 你就去哪邊 然後如果是中央單位 譬如說刑事局的話 他會有輪班 我那時候就帶了一瓶威士忌 嗯 我就每天哦 只要哪一隊值班 我就帶去威士忌請大家喝 哇 可是喝醉了 他們怎麼辦案呢 呵呵呵 你們地方分局就會辦了 好 除非是那一種大案子 啊 爆炸案 或是高鐵爆炸那一種 才會動到這邊 才會動到中央單位 對我很快就跟他們搞熟了 對 然後像我一開始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啊 嗯 也是靠很多警察朋友 嗯 他們借錢給我 齁 這個待會再講 你跟警察 警察真是人民的好保護 對 還要幫他支助他的頭期款 這個也很精彩 對 所以你上 你說你在 很多人我也是聽到 他說他打工的錢 比他出社會的第一個薪水 對啊 那因為玉峰是房貸 呃 學貸 學貸 對很多人現在也是繳學貸 所以你的三萬多你要付學貸 對我都沒有發現我負債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開始就去借錢了嘛 可是借了以後 我覺得政府應該不會來追債吧 哦 我那時候以為說會等到我 欸賺的比較不錯的時候 再來跟你要學貸 比如說我買了房子買了車子之後 我再開始回饋社會 是 結果不是哦 嗯 我考進去就等於我 我 有薪水了 對有薪水他就跟你要錢 哇 好追蹤你哦 對啊 然後就覺得 呃 這也太可怕了吧 大概每個月要還多少錢啊 學貸 我那時候 然後其實也不多啦 大概四千塊五千左右 可是你想想看囉 三萬二 然後呢 再扣掉 對 然後我還有孝親費哦 哦 對對對 你你還要給孝親費 因為你孝親費是不能夠沒有的 哦 因為我那時候要住家裡啊 哦 對 然後你給了孝親費 然後你再付叫學貸 嗯 那你根本沒有生活的一個 月光族 就經典的月光族 對就是月光族 那時候這名詞還沒有出來 可是你每天 你到月底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緊張 嗯 你身上沒有錢就會緊張啊 所以呢我開始 所有台北市可以領百元超的ATM 我都知道 哦 你知道ATM 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了 不是每一台ATM可以領百元超 我知道7的不行 對對對 因為要換超他不能換 對像 呃 像以前我在東升電視的時候 呃 呃 樓下就是中國信託 嗯嗯 中國信託它下去有三個ATM 只有最裡面那一台可以領百元超 哈哈 所以你就會看到月底的時候有沒有 大家都 只有百元 大家都在後面 大家都排最後一排 哈哈 那前面兩台明明沒有人啊 哦 然後保全就說 欸大哥大哥你可以去前面排 他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慢慢排隊就好 所以我懂了 因為只有那一台可以領百元的 那三台是炫富的 它有階級的 對 你能夠一直站在最左邊第一台 你可以第一台就表示你是千元的 那你就看到我們很多 我自己啦 就在那邊領百元超 哦 就沒辦法 就真的沒錢啊 原來ATM也可以看到 看到人 ATM是有個階級之分的 對對對 不過我可能會到第一台一直查詢餘兒 就是 哈哈哈哈 所以你說 哦 OK好 那時候也是度過了 你那個沒有月光 不過就叫做百元ATM 這個也很好笑 對 呃 那那那那 還了多久才開始覺得說 那那個感覺有些人會覺得無痛 不痛不癢 呃 因為覺得四千多覺得沒有多少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奇怪 你只要看到負債 你壓力很大 你想搞一半黃光 我就會不高興 哈哈哈哈 我就會非常的生氣 就不高興 對 其實我是跟政府借錢沒錯 生氣 可是我對國家社會 我覺得我是有所貢獻的 是 你一定要這個時候 我已經吃不飽 喝不好的時候 你一定要這時候跟我要錢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毛起來 就趕快去還錢 嗯 我開始去擺地攤 我開始去換公司 擺地攤這段最經典 他其實是記者 但是他要湊出時間擺地攤 我覺得這個非常難 對 因為其實你的工作已經非常累了 消耗很多體力 哦 好我們直播還是有繼續 對 一豐待會兒要講擺地攤 好 是 對 可是那個擺地攤很強 因為你選的是東區 哦 東區那時候 對不對 好開心哦 哦 哎 那我問一個問題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直播 是 為什麼你打工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那個時候賺的是什麼 零用錢 學校打工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中市 一天是八百塊 也很多 對 而且那個時候你想想看哦 那時候是多的 對 那時候是多八百 是 所以呢 我家裡是有給我一些零用錢 可是你自己又用 對 所以呢 那八百塊 一個學生一天八百 然後你要是一個月這樣子 大概十二天的話 也是不錯啊 也是一萬多 而且那些錢就是 你可以自由花費 但是你出來工作之後 家裡不會給你錢 嗯 然後呢 你還要給家裡錢 哦 因為你以前的那個是 你是學生時期 所以你打工的時候 就完全就是你的零用嘛 對啊 然後那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是 怎麼出社會是這樣 怎麼 怎麼錢 這麼不夠用 我覺得很多上班族 應該有這個感觸 就是當大學生 就覺得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就一進去 砰 你是戰國時代開始的 對 大混亂的時候進去 我要是早一點的話 搞不好更快就才不止 做多久的時候 你覺得你必須要兼差 我大概開始還 就學貸款的時候 我就知道不行了 不夠 對 那你有預計說 你幾年要還完 因為一般住學貸款是多少錢 就是你會 四年下來大概會借多少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問題 那時候借錢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 你覺得是政府來幫你 所以呢你的學費 因為你面書不用還嗎 一般人是借學費 我還借了住書費 跟書本費 哦 我就是能借的都 就是他全部都有啊 生活雜資 對對對 書本費 因為我們要買原文書嘛 所以書本費就有書本費 這個也可以 然後他就有啊 就讓你勾啊 我就覺得說 耶太好了 我努力的勾 就全勾 因為我認為 我認為我出社會 應該一下就還完 這對我來講 piece of cake 這哪有什麼問題 結果沒想到一出來 哦 壓力來了 所以其實可能一般人 是兩千多 沒有到這麼多 我覺得一般人 如果你只借學費的話 加上我又是福大 如果是公立的應該比較好 然後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那時候學費大概是五萬 其實大概四十幾萬 四十萬就有 可是因為我借到滿 哦 那你可能借了六十 我大概五十 五十左右 對 所以我的壓力會比較大 好好打工這個地攤了 地攤可以趕快跳過 但是我覺得地攤很精彩 地攤很精彩啊 地攤非常精彩 我覺得人生充滿了希望 其實地攤你知道現在好可憐 他們說現在連打地攤的機會都沒了 對 因為現在整個市況不好 整個市況不好 你看想想看 他說現在連地攤都沒了 以前那個年代真的是 賣什麼 你賣那個韓國小可樂 那一段非常好笑 真的 好雖然說正直 玉峰一開始就是人人嚮往的新聞媒體 是跑社會線對不對 要還學代就打工 對 不對 那時候叫監裁了 監裁 所以你選擇的是白地攤 對 好 民國幾年啊 那個時候白地攤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那個時候 東區正要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 零 零五零六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講 沒有線上購物 以前 我覺得白地攤是不錯的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 我用四個字來形容 可能有點過分 是最精明 哇 那時候我在華市 這麼好賺嗎 我出去之後啊 你整個中校東路 我覺得人生太棒了 是 就是那邊有酒店 然後有路邊攤 然後你就覺得每個人 尤其是女孩子 繁華的夜都市 對 真的是 歡歡喜喜 你賣什麼 我那時候去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也是透過警察朋友 我去白路邊攤 然後我不知道賣什麼 我就問那個五分所的所長 天啊 五分所的所長就帶著 五分埔嗎 是五分埔嗎 對 五分埔派出所的所長 戴著槍就帶我去 你就說你覺得 你喜歡什麼 我說大哥 我是要賣的 我不用喜歡 而且我男生 我要喜歡什麼 他就帶我去找一個虎哥 他就是那邊的地頭蛇 地攤的地頭蛇 對 他就批貨給我 他就說你去賣女生的衣服 越緊越好 越緊哦 對 他說女生就算緊 他穿不下 但他不好意思說 欸不行 這件太 我穿不下 他亦會把他丟到袋子裡面 他會帶走 所以我那時候 奇怪的心理 那時候 那時候女孩子的 韓國的版本的衣服 韓版 對韓版的就是瘦瘦的 很緊 韓版的都好緊 然後大家應該有印象 有一個大舌頭伸出來 或是有一把槍的 那時候就是我們開始在賣的 然後一件三百九 成本才八十塊 然後兩件五百 你賺很多欸 一件三百 你賣三百九 對 然後成本只有八十 對 所以你是暴利啊 可是我們後來都是賣兩件 我們都是賣兩件五百 他不會只帶一件 那料子薄到 你都是半透明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女孩子會買 到底有沒有人穿著你的衣服走在街上 有啦 很多很多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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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來 接著 你就這樣子 一件三百九 兩件五百 那大家一定買兩件 一定買兩件 而且我後來發現 你也不用去折 他們就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根本 那年代真的是很棒 嗯 賺錢真的好容易 好快樂 對啊 就非常的好 就去擺地攤 然後我還在開了第二攤 我連鎖嗎 我這邊連鎖 那第二攤擺哪裡 第二攤擺在龍亨 我知道 我知道 東化南路跟那個 對 他以前旁邊有個錢櫃 以前有個錢櫃 現在變飯店了 是東化南路口嗎 東化南路跟南京東路 南京東路口 對 然後有個錢櫃 我們就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每天就是請了公讀生 然後我就送送那個手搖飲料給他們 你變店長 我變老闆 連鎖店 對對對對 這是第二攤 對對對對 那第一攤誰顧 第一攤主要是我在顧 但我後來都是交給公讀生啊 哦 我後來有一個叫做小顏的首席執行長 嗯 他也是公讀生 可是他非常的棒 哦 所以呢我就請他幫我來統籌 這樣子 我就當一個小老闆 我就覺得欸 這樣賺錢 比上班好很多 就是有一個領班幫你管 對對對 找人 他就是我的CEO這樣子 CEO CEO現在在幹嘛 這當年跟你一起打拼招 CEO很厲害哦 現在哦 我這個書的封面啊 是 就是這個CEO的先生 他現在是個攝影師 是 我請他幫我拍的 對 然後他在你這也學到很多啊 我覺得會成功 我覺得 我覺得會成功的人 大概從小就看得出來 是 他現在也發展得很好 所以你從他打工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這是個人才 有前途 對 所以他後面就會發展的事業很好 對 我覺得有時候你 如果你打工的時候 就已經是個死樣子 我覺得互相學習 對 因為他從你身上也看到說 我們這個老闆也是很強 我們要怎麼學怎麼學 是是是 那這個第二攤對不對 對 那你當時這樣子的話 你扣掉你的成本 那個美好的紙醉金尼的稅 你可以賺多少錢 我大概整個收攤的時候啊 大概是我賺了五十萬 哦 幾年 不用幾年啊 幾個月啊 蛤 那那麼好賺 你怎麼不繼續 其實我有看到後面 你不擺的原因好奇怪 你知道嗎 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對 只是因為說 好像你有碰到 常常會有來取替 對不對 是是 取替 然後又會有一些糾紛 或者工讀生被威脅 對 是這些主要的原因嗎 還是你覺得這畢竟 其實 其實我 我一去的時候啊 裡面有一個大哥 就是每個攤位 那附近都有一個帶頭的大哥 那個大哥 其實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 你待不久 哦 我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 對 他就說 他就說 因為你經濟壓力不夠 我說我已經欠五十萬了 大家都在抽菸 都在笑 那個五十萬是啥 欠五十萬 這每個都欠幾百萬的 所以呢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還不夠窮 嗯 我那時候就是把學貸五十萬還完之後啊 不到一年 對 不到一年 幾個月就還完了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 其實 因為真的壓力真的也蠻大的 就是有時候你會下雨 然後 有時候警察會來取 對 然後有時候工讀生 跟男朋友吵架又不來 臨時缺席 對 你就要去貼班 是 然後有時候那邊也 也貼班 然後 我那時候有個工讀生懷孕 我就想說 哦 我又不是孩子的爸爸 我還要去跟那個 他男朋友的爸爸喬 你怎麼不是我啊 對啊 我就搞到自己就覺得 那個工讀生不是懷孕對不對 哭哭啼啼的找你幫忙 對不對 你好像阿姑哦 去幫他協調 那現在這個小兩口過得如何 後來就比較沒有聯繫啦 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錯啦 對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打抽印起來 看到直播我就來找我 對對對 我們這個是有保固的 老闆有保固 就是說 不是說因為他是未婚嘛 又是學生嘛 然後男朋友是醫學院嘛 對啊 現在可能是某某醫院的院長 現在應該是哦 現在應該是 所以說我們 我們今天這個裕風哥還充當女方家長去協調 然後就讓他們先訂婚 對啊 對啊 這真的不錯啊 有增加我們國家生育率 功勞一見 那所以其實你真的是擺不久 對不對 對他講對 對我覺得不到一年 那你不會覺得說 因為你並不是一直去顧攤 那你甚至其實也只要一攤兩攤 然後你就請公讀生 然後就就很輕鬆 你也是可以多到第二分薪水 可是重點就是你自己擺 類似類在你的體力 嗯 問題是你不會有其他的煩惱 是 可是你只要做第二攤之後 嗯 你就要開始排班 對啊 就跟你在公司上班一樣 你就開始要 有人事的困擾 對有人事的困擾 誰不想跟誰同一天 然後誰要休假日 我就是一個路邊攤而已 我還要想這些事情 所以路邊攤 如果你要做連鎖的 真的很難 嗯 一般都是自己下去擺 嗯 他最重要一點是 他不合法 對 對 他是不合法 對 你會有心理壓力 對 你會覺得 今天會不會又被抓 一張單子是1200 那很多朋友 很多我們一起擺攤的朋友 他就是擺明了 我就是不會去繳 但我們不行啊 對 我們還是會去繳啊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壓力就很大 所以你賣到最後剩一件不留 還是說有一些庫存就打包 我就是一件一百 然後剩下的也拿去到處送 嗯 因為那些都是等於成本都很低了 很低了嘛 我就是做公關 做做大家開心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個成功的經驗是讓你還完了第一筆負債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是因為他慶了負債 是 才有後面開始進入到更高階的 是 如果你一直在地攤的話 可能不知道現在會是怎樣 可能也是地攤之王 哈哈 地攤之王 真的啦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好那現在想要擺地攤都不容易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多行業消失了 現在好像對 都要變微商或是變電商 電商對 但是蝦皮不是那麼好做 我覺得我們前那年代真的是還比較好 就是有努力 不過你在最黑暗的時代遇到最好的事情 對 雖然說新聞業沒有像你想像那麼多 對 但你爸很好笑 你考記者他還擺流水系 對啊 我們在內湖就把 我們在內湖就把街道給封了 很風光啊 因為我們從雲林上來 我們鄉下人就會覺得說 你是雲林上來的 我們鄉下人就會覺得 雲林哪裡 輪背 輪背 對 對我們就覺得說考進三台 就是一個 真的是光宗耀祖對不對 對 而且我大學就在中式打工 是 所以我看過那個豪華的年代 欸 那我覺得你很 因為那時候三台待遇是太好了 對啊 就是那種人人成 就是好幾萬人會去考子 錄取率很低很低 那怎麼我考進去 後來想一想 可能就是因為不好了 我再考了進去 哈哈哈哈 不然輪得到我 但是我覺得後來 有一件事情很感慨 就是你後面有寫到 就是一個大攝影大哥 對啊 我覺得那個 那個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說不要淪為 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 因為我覺得台灣越來越多 我覺得 所以有很多人不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接著要進入到房產片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我這兩百萬啊 你那時候就是用兩百萬舉例嘛 我是要投資股市還是要買房子 就是因為大家不能夠忍受這種 房地產是要靠時間的 對 對 它就是一種時間讓你變富的 對 一定要慢慢 所以你來寫比較有說服力 哈哈 因為你是上班族 你不是靠說 我覺得我可以大家就可以啊 對對對 真的真的 沒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你很累 嗯 前幾年很累 前幾年 因為前幾年是 會慌 真的就是要算得很清楚 但是有一個幫助你很大啦 人脈 哦 對 對 這個職業佔了下 百分之八十的優勢 對啊 一般人可能現在遠距上班也沒人脈了 只有電波賣 只有賣衝 他沒有人脈你知道嗎 五秒回來囉 回來了 OK 好 我們的地攤網哦 upgrade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終究你覺得那還是太流動不安穩 所以你覺得不是那麼的扎實 對 那時候已經 心 就是你視野開了 嗯嗯嗯 社會經驗更多了 你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在ZARA面前擺攤 我可不可以開進去ZARA 你知道那個沒有疫情期間 對 ZARA前面攤子最多 對啊 還有頂呱呱那邊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ZARA都不會叫警察來抓 對啊 他們大事 他們很善良 國際品牌都不會 對 本土品牌就會 是是是 所以說你只要在國際英文字母開頭的 我發覺他們都很好 對啊 有時候就是互相 你還把客戴進去 對啊 你有時候在你們這累了 進去吹 其實我那時候有很深的感觸 就是說你不要把地攤趕走 欸 地攤就是一個集結人潮的地方 對 如果他有這個能力 他也會買ZARA 對 他可能ZARA買一件襯衫 可是他外面就是多買一點嘛 那這樣的話 把有人潮的話就有前潮 我覺得寫序有很多主播 好像寶劍啊 是 是 還有陰廳啊 這些很多主播幫你寫序 對不對 我覺得ZARA的總監應該從西班牙發一個 你應該說我當年就看到這個小伙子 對 很努力的在那裡搶我們的客人 栽培我 真的栽培你 對 好 那那怎麼樣你覺得視野開了 你覺得你需要再更往上一點 你想要進軍到店面嗎 對 其實我那個時候搞不好就那個時候 就是種下了種子 是 我後來有買到東區的房子 哦 這這段很重要啊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這輩子有機會 是 但是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 你本來是租屋嘛 對 我本來是租房子 我們進入到房產階級了 從打工族 還債族 清場族 然後現在變成是 因為你有螢幕 那個影像 因為他太會寫了 就記者很會寫 那畫面感都是新聞畫面 他說清場的時候看到那一疊 對不對 對 他給你一個收據 就是你已經還完貸款 對 那個收據 你沒有 你要表起來才對啊 我那時候 因為你用很短的時間還完你的學貸 對 然後我還完之後 他給我一個清場證明 嗯 然後我就看著那一張薄薄的紙 還蠻透明的 然後我就想說 哇 你就這樣子把我這個快50萬給拿走了 對 雖然是我賤的 然後那個小姐就說 不是拿走 對 小姐就說先生 你還有要辦業務嗎 我說我還了你這麼多錢 我多多待一下不行嗎 他說你去旁邊趕汰 後面還有其他人 光榮的一個 就這樣只有一張紙 就是又灰飛煙滅了 我的第一桶金 好你那時候接著擺完地灘想住 那你是租房嗎 我租房子啊 租房子 雖然你是住內湖還是你是租房嗎 後來其實我有到市區 是 對 因為內湖就是你要進電視台 那時候內湖還沒有電視台 最近是大家搬去內湖 但是那個時候電視台大概都在巴德路那邊 所以你租在市區對不對 對 我租在市區 在東區附近 不過我覺得你的租金蠻貴的 對 這個是為什麼他想要買房子的原因 對不對 對 因為你你那個時候月薪加上你擺地灘還完債以後 你的手頭如何 已經不是月光族了吧 我覺得有擺地灘之後啊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你只要有現金流進來 不管多不多 你就會做到風生水起 所以所以你一定要 你有固定的現金流 對你一直要有現金流進來 對 然後我那時候會買房子 就是因為我租太久了 租太久 然後我有一天回去 蓮蓬頭掉了 你租幾年 我大概租十年跟家人 這個我看得非常仔細啊 他的月租一開始就三萬嗎 呃三萬 你看他付了多貴的租金 我覺得你的租金蠻高的 對 對不對 然後租了十年 表示你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對 也就是說薪水不是主要收入了 對 對不對 你看十年是付了三百多 三百六 三百六嘛 對 那大家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幫房東繳貸款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真的是 大家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可是一開始 你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嗯 第一個你南部上來 你只是想說找個安生立命的地方 工作 然後呢好地段的房子你租了你就離不開了 太方便 對很多人就想說你去租兩萬啦租一萬五就有啦 第一個我是跟家人住 我不希望大家委屈 是 好那第二個你已經習慣那個地點了 非常的方便 你那個地點就是你上班 華氏嘛 我就在那旁邊 你上班就會非常的方便 對 難道你要為了省一萬塊 嗯 我搬到比較遠的地方嗎 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甜蜜的陷阱 對 為什麼 你習慣之後你逃不掉 因為當你習慣了這個都市的社區 如果說你沒有想要買房子的時候 你會一直付這個租金 對 不痛不癢 然後很方便享受房門 然後房東就一直賺這個穩定的收入 可是你可能會忽略一點 你沒有買房 對 什麼樣的決定讓你覺得你要買房子了 你住在那邊很方便 我就洗澡洗一洗 然後因為我那天止小夜 我還去跑了一個火井 跑火井就算我沒有到火場裡面 那個煙的味道是很臭的 而且那是有點制毒的 對 然後我回到家 我很想趕快沖個澡 我可能太大力了 我一拉 不是聯盟頭掉下來 是那個底座 調熱水的冷水的底座掉下來 整個聯盟座 對 聯盟座掉下來 然後水就開始噴 關不起來 沒辦法沒有東西關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都已經下值班了 我說值班也太久了吧 然後後來我是請警察朋友 幫我找有水電專廠的同仁 過來幫我換 警察伯伯真的是你最好的保姆 真的 連這個小時也要麻煩他 到底他們要做多少事 半夜一兩點你要去阿里找水電 他怎麼找得到 他可能很清楚管 其實有誰是做水電的你知道 對 那時候來幫我修的 就自己本身就是警察 他就是水電專廠 我是打給副分局 我說對對 出事了出事了 沈炎軍三次嗎 對啊 然後他就來幫我換了一個 一個蓮蓬座 有啊有啊 很多警察都是 有第二專廠 對他很多 現在很多就是他可能在外面 演作副業 做過 對有做 有應該怎麼講 有在外面吃工作過 然後他考特考班 考進去 然後領這個穩定的薪水 好強喔 所以現在的警察都非常的厲害 他們都有各式各樣的 他們也很斜槓 對 好那那這樣子的話 怎樣是房東 你覺得他 你覺得這個點 蓮蓬頭起勢路對不對 所以我 跟我租房子的人 我都對他們非常的好 我還有一個都市傳說 書裡面沒有 我以前後來有 為了一個好朋友 他去當仲介 然後他就說他想升店長 他在這個新一房屋 他在最後一個時段裡面 這個月他一定要再加一間 委託 對 要成交 我就幫他買了一間 哇 我就幫他買了一間 這不是買一個榴槤 對我就幫他買 然後買了之後 讓他有業務 對讓他讓他有業績 然後讓他升店長 然後那個房子我就交給他 再賣掉 沒有沒有 我就想要請他 因為他在四星旁邊 我就請他幫我出租 然後只要租過我那個房子的 畢業之後 其實一開始我也沒想到 是一個女孩子 他租了三年 他畢業之後 他就打給我 嗯 他就講說 他要離開台北了 為什麼 因為他找不到工作 他沒考進電視台 是 他沒考進電視台 後來我就幫他 安插進去了 對 就是你還幫他 找工作 幫你打工的 要安排訂婚 對 當主婚人 幫你的房客 你還幫他安排 變成你的同事 對 所以那個就是都市傳說 就是假如跟我租那個房子的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這還有就業保證 對 我是透過仲介來租的 然後我都會幫他安排找到工作 所以 那你那個買的是套房嗎 學生套房還是你合成 他那個其實 他那個就是一層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注意 因為他的地點比較偏 所以他一層的租金也不高 那賣掉了沒 沒有 我那一間沒有賣 那這間就是你的都市傳說還在 對 都市傳說還在 因為他就是源源不絕 客源穩定 因為在學校旁邊 租金又不高 可是房價還是升 對啊 房價還是漲 可是房價漲 你不一定要賣掉 你房價漲之後 你只要一通電話 當你的房貸專業人 你請他漸價 漸價之後 你就可以隨時把錢給拉出來 對 這個就是說 你要在銀行有一個很好的信用良好 然後你跟一些銀行保持著關係 他們就會知道說 你的還款能力是夠的 然後你房子增值 就可以把他增貸 對不對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小秘訣 就是大家如果要看直播 你可以多用支票 你可能很多人沒有用支票 為什麼要多用支票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一直帶支票本 因為你要累積你的票信 第一個你可以馬上買東西 像我帶支票本 如果我在後面 是 冰江街那邊 看到好的二手車我就買 我就開票出去 對對對 其實你在房子之前 你賺了一個 車室的那個 那個我聽不太懂 你知道嗎 但是顯然你對車室這一塊是 非常的有興趣 而且是真的有讓你大賺 簡單來講就是台灣的總代理 最討厭的就是我們 我們叫水貨商 什麼水貨商 對 他們一樣是進B&W Mercedes 然後我們一樣也是進 只是我們是進中古車 他是進新車 我們就拿來賣 可是你們的中古車又很新 我們的中古車配備又很好 因為我們的中古車是從美國 美國人很喜歡很高檔的配備 他們會一直換車 對 所以他們的車很新 對他們的車很新 那你美國也有認識的車商囉 就找人去弄 最後一段了 準備回來 最後一段 糟糕了最後一段 但是講不完 因為他中間還有跳過一段 非常精彩的是車商的這一段 對 那我們先講房子這一段好了 比較密實際一點的 因為你還是鼓勵大家先買房子 對 好那你就怎麼樣進入這個 開始第一間的起家處 其實起家處很單純 我就是洗澡沒得洗 我就買了一間房子 買了一間房子我有多慘 我把所有的錢砸進去之後 總價多少 那個時候其實一千多 那一千五一千多左右 在非常好的地點 就在東區的外圍 外圍 台北市嗎 當然台北市 住慣了 距離東區 其實講難聽一點 講實在啦 就在華視後面 那真的很不錯啊 光復南路 所以大家說你幹嘛租到三萬 我上班走路就到 然後公司還送我一個車位 我怎麼可能不租 你就說你要買那一區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我覺得真正讓我想到 房子可以賺錢 是我的第二間房子 因為我第一間房子買完 我就沒有錢了 然後我還要跟警察朋友 我把他們全部抓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關起來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對不起 我買房子了 然後恭喜啊 阿鳳很好啊 我說 可是我沒錢 你那個時候下訂的時候 你有支票沒有錢是不是 有有有 其實我開進去的那兩百萬 我是有錢的 是你的存款 對是我的存款 那為什麼還要再借呢 因為我開價開太高了 我開價開太高了 對 我就真的是 我那時候就是太想要那個房子了 勢在你的 對 而且你那時候都覺得自己 好像很厲害 全世界都知道你就是一個菜雞 所以我買太高了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就跟警察朋友借了錢 然後我的房子裝潢 我找我小學同班同學 我說你來幫我畫圖 你來幫我裝潢 他說可是我雖然念實踐 可是我畢業之後是在賣草莓大福 我沒有實際做設計師 他也在玩雪蛋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弄一弄 反正我也沒有錢給你 你就弄一弄 我們就把房子給弄好了 裝修 對裝修好了 然後我就開票給他 我開票給他 我就說你不能夠嘎進去 沒有錢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開票 因為裝潢一定要給現金 你不可以說我三個月後再給你 師傅看到公班會馬上停下來 但是你給他票之後 有設計師拿了票 公班會繼續動 但是後面的話 我就是慢慢的還 就是三個月後 我才把裝潢的錢給他 這樣子 對就起碼說 這個是一個票券 債券 我欠你的債券 我給了你 你總是會還的 然後我就壓三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以前就是你可以嘎進去 對 可是這個真的是我的恩人 他介紹我 對 這個人叫老姐 我同班同學 他要介紹我第二間房子 第二間房子讓我賺了四百萬 他是草莓大福嗎 對 他之前有沒有買房子 哦 我們班上每個人都一堆房子 哇 你們那個班是輔大什麼班 不是 我們內湖國小六年九班 內湖國小 內湖國小 內湖國小同學會 這個一定要開一個班 這個班的風水很好 真的很厲害 六九嘛 對 對 六九 他那個時候就是介紹我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半夜去 半夜去之後呢 我支票開錯了 那個那個房仲都在樓下等 因為房仲都知道這間房子頂樓要賣 哪一邊 在哪裡 在木柵 在萬方社區那邊 非常的好的一個房子 那時候非常的便宜 大概一千多萬 幾年 屋林嗎 嗯 屋林大概 是電梯的嗎 電梯七樓 然後一千多萬就有三房 然後那時候我開錯了 我把人家的名字寫錯了 可是我又沒帶支票本 然後他就說 白頭又不能改 對 又不能改 他就說要讓中介上來 我手機拿起來 我就打電話給地下錢莊 哇 你怎麼 你怎麼敢啊 為什麼你會有地下錢莊的電話呢 我好新聞認識的啊 然後我就請他們送50萬現金過來 黑白兩道你都有就對了 我當場就拿了現金50萬 就是跟他下訂 他就拿一張A4的紙 就寫 啊 地址 然後 然後收了我到50萬的訂金 然後那個房子我持有兩年 是 然後賺了400萬 哇 我是從那一次才感受到房地產的威力 是 呃呃呃呃 很多人會在房地產 大家會覺得說他不是炒房 他其實當時來講 遇風來講 他就是一種投資 是 無意間的投資 很多人就是從無意間的賺到的這個投資 然後有藏到這個甜甜頭 對 然後他才會開始繼續的往房地產 其實是最 比較耗時 但是是最穩健的一種投資 沒錯 沒有炒房 因為他其實持有很久 而且你會捨不得賣 那時候我賣掉 雖然我賺400萬 可是那個代書是我朋友 然後我家人的朋友 因為我家人 他們就就就就請他來幫忙 他就說 林先生你要想清楚 哦 台北市的房價 對啊 台北市房價還會漲 你在台北市2000萬以內 要買到三房 有電梯的房子 以後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你很好 講實話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是 如果我不賣的話 現在已經2000多萬了 但我那個時候就為了賺400萬 因為400萬對我一個 小小上班族來講 很多 我覺得講實話 好多哦 不過我覺得你賣掉也沒有錯 因為你用這個400萬 後來又進軍了 對 又進軍了很多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房產的公司的老闆嘛 對不對 沒有我算股東 股東 就是一群嘛 對我們就一群 六年九班的朋友 哈哈哈哈 內吾國小六年九班 對你的小學同學好一點 大家一起投資 不要拿躲壁球砸他們的頭 以後他們長大的時候就可以一起努力 你一次找五個來 不行我們只能兩個 你把你的那個六年九班的二二二二一起來 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友情可以變成是你的投資夥伴 這個大概也沒幾個了 對 巴菲特有 你應該也 我也有 你的盟格 待會 那真的 後來到了房地產以後 其實你的資金開始有多餘的資金 是 這個賺了第一桶嘛 對 你說賺400萬在你面前 你很難不想賺 對 所以就賣掉 但是如果像到現在的話 其實你是又多一倍 對 那個房價應該又多一倍 對 又多一倍了 對 好 那接著你有把這個400萬投資的是房產 還是其他的像你 其實那個時候我啊 錢自己會找出路 我那個時候小孩子 我有生baby嘛 小孩子慢慢長大了 他想要去念好的學校 然後我沒辦法找到記戶口的地方 學區房 學區房 我就去跟仲介講 然後仲介帶我去一個地下室的鬼屋 因為他門打開我要往上走 他就把我拉住 林先生 你的預算只能往下走 我說 我買個套房來設學籍 為什麼只能往下 那個下面 那有產權嗎 是有產權 他就是防空室 然後非常的噁心 他就是黑黑暗暗 然後又潮濕 然後我一轉頭的時候 那個人中間自己跑掉了 嚇到了 然後我就自己 我上去之後馬上就噁住 我好像知道在哪裡欸 我覺得太難了 我覺得太難了 我那時候買一千多萬的學區房 只能看地下室 其實你買的很高價 對 後來我買到的是不錯的 我買到的是有電梯的 但是那個時候為什麼他願意賣給我 因為他的房子裡面有一個房客 那房客非常的兇 他不給人家看房 所以很多人就不願意買 然後呢 我就硬按一直按他的門鈴 我就想說他只要打開門 我看一眼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嘛 一打開門他那個可樂罐就丟出來 然後就打到我 但我就買了那一間房子 然後那間房子買下去之後 我覺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小孩子會帶財 所以大家不要怕生小孩 趕快生小孩 所以B1那個 我就沒有買 就往上了 我就再努力去找錢 然後加上我剛才我人生買的第一間房子 供逢其盛 台灣的房市就是起來了 對 所以我就可以從第一間房子 徵代 把錢拉出來去買學區房 然後再加上 我剛才有賺四百萬 所以還算順利 所以你知道第一間房子 因為他買著很久 也就是說這個房子躺著就讓你賺錢了 真的 他可以從裡面再增加他的附加價值 沒錯 所以你從第一間房開始徵代 但是這也牽扯到他後面講了一點 你買房不要只付寬限期 是 你要本利還 對 如果你只付寬限期 你就永遠都只有在付利息 沒錯 對 那你就沒有辦法從裡面得到更多的資本 回來 對 你就沒有辦法再帶出錢來 對 就像小豬一樣 你要投錢進去 你才有機會拿回來 然後回來才會賺錢 怎麼辦我們翻身子 講到後面更重要的股票還沒講 沒關係沒關係 有計畫再請玉峰版 好的好的 謝謝姜泰 好謝謝大家如果要來看就看這一本 好不好 對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大家來這本凱信出版 這非常精彩是後半段的故事都在這裡 沒有辦法下次有機會再請他來講 好的好的 直播結束了 而且這本書很精彩 Vielen